而由McDonalds的榮譽贊助的2017年 东森又又小主播选拔赛 上百位的竞争当中 最后只有三名优胜者脱颖而出 整个比赛过程从网络 现场海选到初赛以及复赛 可是历经层层的关卡以及挑战 不过小朋友们勇敢地站上主播台 大方流利的中文 接触的表现更让家长感到欣慰 看2017年优胜的三名小主播 Iris Catherine和Hanson 主播台上认真报新闻 不止一字一句口齿清晰中文流利 更难得的是每一位的表情自在 且认真的发挥最棒的自己 超龄的接触表现 不只获得全美观众热烈回响 对爸爸妈妈来说 更是孩子成长历程中 一次难得的宝贵经验 谢谢您这个机会 第二个我觉得我们东方人 就是book smart 可是这种这个 这个speak and ability 大部分都很缺乏 这个我觉得这个方面好好加强 精心准备摄影棚内拍摄外 现场大型海选活动也没有少 首次结合洛杉矶世界日报 在第一届欢乐亲子展上 推出幼幼小主播现场海选 吸引多位东森之友 带着孩子一起来 感受东森美洲电视所提供 可多元发展健康又欢乐的亲子平台 无论他是赢还是输 其实一定是要那个过程 学习的过程 其实华人家长都很喜欢 很希望我们的小朋友都能成才 也叫他们去学中文 看孩子一点一滴的成长 令家长感动外 东森美洲电视 从新闻内容的准备 到孩子上台拍摄 每一个过程不止全力协助家长 增加亲子互动机会 细心考量到孩子可能会遇到 包括紧张忘词害怕等各种心理关卡 新闻团队也发挥耐心 从旁鼓励与协助 要让每一位孩子都能在镜头前做到最好 要一字一句这样 让他背起来 而且他这个词汇有点深奥 像什么亲子关系梳理啊 这个他完全不晓得那个是什么东西 所以难了一点对他 他有基础 所以才会今天这个样子 不责的话也不会 这都是平时太近 他完全是靠他平时的功底 除了挑战主播台播报新闻外 东森又又小主播活动 这次还跨海联手台湾东森集团旗下 大型完善的亲子教育平台 东森又又台 有多位主持人大哥哥与大姐姐们 亲自给孩子加油打气 不只帮助增加自信心 还可以训练选手中文阅读与逻辑思考 因为我觉得小朋友啊可以练习中文 然后他可以上镜头 所以可以让自己很有自信 然后训练他的胆量 如果可以从小接触的话 你就懂得怎么样去跟别人交谈 然后问事情 或是怎么样把你要表达的东西告诉别人 联手台媒两地鼓励又又小主播 认真学中文外 专业的东森新闻播报团队 面对小朋友们不顺畅的发音 咬字以及不足的舞台经验 专业主播群也特别花心思的 观赏每一位小朋友 负债与决赛中的表现 并且针对每一个小瑕疵 特别指点迷津 声音非常的洪亮 可以感觉到Hanson是一个很有自信的人 这对一个小主播来讲是非常加分的 但唯一美中不足的地方 就是他的断句比较有点不那么顺畅 但没关系再加油就可以了 才七岁的威廉难免看得出他的紧张 然而他能够顺利地将新闻播报出来 说话时懂得在重点部分加强他的音量 让观众更容易抓住这一则的新闻重点 就是如此用心地举办 2017年又又小主播选拔赛 不只活动一推出就广受各界好评 让每一位入围的小主播 纷纷在网路人气票选上 创下上万人次 空前的点阅与好评 活动更延续2009年的 悠悠小主播选拔赛 要鼓励更多人才 未来进入电视传播行业 就像当年的可乐哥哥一样 继续在舞台上发光发热 那时候我进了决赛以后我就觉得 这几个好厉害 根本不用练习 然后比赛完的时候出来没有进前三名 大哭了一场 如果你在说的时候可能有错 那你就要就是要怎么cover 这个很重要 鼓励美国孩子用心学中文 并且广泛阅读新闻胸怀世界 强调2017年又又小主播选拔赛 不会是结束 反而是下一个美好成长的开始 要继续为全美国广大热爱中文的观众 持续提供完善互动的交流平台 东文新闻李仲敖叶永志 在洛杉矶的采访报导